经过42天漫长的等待 台北市立木炸动物园出生的小熊猫圆仔 终于张开眼睛看见妈妈了 根据园方公布的新影片 圆仔每天都在妈妈圆圆的怀抱里面喝足牛奶 圆圆还来不及替女儿擦嘴巴 圆仔就在妈妈的臂弯里睡着了 找不到妈妈乳头 饿坏的小熊猫圆仔痛苦的哀哀大叫 圆圆看不下去伸出援手帮忙瞧位子 女儿总算可以大口喝奶 她在初期在待宅的时候 她会比较辛苦她也会比较紧张 那慢慢的她就能够比较适应了 所以她在这个不管是帮这个 她在轻便便啊 或者她在喂奶奶或者说她在休息的时候 她都会比较慢慢的能够比较放轻松 圆方常常发现吃饱饱的圆仔 等不及妈妈替她擦干嘴巴 就倒在圆圆的戈壁中呼呼打碎 有时候睡得太熟 还会不小心滚到圆圆脚边 当这个动物趴在她的脚上睡着了 那其实圆圆她也不太敢动 她真怕把这个小宝宝把她吵起来 那这个跟大多数的父母亲 在这个带自己的小孩子的情况的话 其实是差不多的 台北市木炸动物园就算是礼拜天 还是要公布圆仔成长影片 这对熊猫母女党一举一动 都引发全国高度关注 新唐利亚的电视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